欢迎收看大人话之 虽然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放宽了 这个一台化政策 可是愿意生二台人并不多 据说上海现在只有 15.1%的女性愿意生 对 其实在大陆生小孩 确实是不容易 从产检到坐月子 都让台湾妈妈 终身难忘 我们今天邀请了 资深媒体人张美云 分享她在上海 怀孕生子的过程 美云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云跟大家说说 你在发现自己怀孕 因为你现在是东北人 那你在大陆怀孕了之后 你当下就决定 要在中国大陆生孩子吗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都想到是 回台湾来生 有健保 大家通常又会选择回台湾 可是你当时 怎么会决定留在当时 其实在确定怀孕之前 我们就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那一方面是因为 我的工作当时在上海 那我还是要持续 把它做下去 然后再者 我当时也咨询了 很多的台湾妈妈 所以他们有提供一些资讯 让我觉得说 评估下来 在那边生 应该是 没什么不好 费用 还有在医术 各个方面 我觉得评估上是OK的 我们一般的印象 就好像是大陆的这个 妇产科技师 包括挂号 包括医病关系 也不是这么好 那怎么会想到说 这个就那么放心的 在大陆做产检 其实当时比较听真 就想说 反正大陆人口多嘛 我觉得 尤其是在做 那个检查上面 因为检查的话 他们的检查是分好多个项目 专门的人在负责 比如说做超音波的超音波 抽血的抽血 那做 我当时因为已经 35岁以上 还要做养膜穿刺 都是不同的部门 有不同专门的检验人员在做 我那时候先就想 反正大陆人口这么多 他们一天要做多少个这个案例 就领床的经验 应该比我们还要多 对我觉得 再怎么样也是 手能神巧吧 应该不用太担心 那当然我当时还是找了 就是台上妈妈 同时推荐的一位产科医师 我觉得是 就评估下来觉得 他的口碑比较好 我当时还是先确定了 找到有这个医师 然后我才决定说 在那边生产 大陆的分科 其实分得比我们还要细 对 光是副产科 它是分副科跟产科 是 它是整个分开的 分开来的 那你实际的 在那边体验了 整个产检的过程之后 你觉得差异是 我觉得差异应该 肯定就是 大家一直在讲的 医病关系 对 刚刚有讲到 其实医病关系是这样子 我 就我整个体验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 大陆的医师不是不专业 他肯定也专业 但是他 在跟你沟通上面 他是很 比较自私化的 可能而且是很简单 一两句话带过 他可能很忙或怎么样 那台湾的医师 会多跟你讲一两句话 或是多跟你做一些解释 所以不会让你那么的 害怕 比如说我当时在 怀孕第五十天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去见 那个产科医师 那时候是检验员 那检验员在帮我做 那个就是测 那个胎儿有没有心跳 就是这个胚胎 有没有心脏出现的时候 他第五十天的时候 他说没有 然后呢 然后他就 他就直接跟我讲一句话 因为大陆 我后来查了资料 大陆是非常强调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五十天这个胚胎 如果没有心跳的话 这个胚胎可能 就不是太好的胚胎 他会建议你把它拿掉 他当下就建议我可以不要 然后我那时候就吓一跳 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 你应该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好几天睡不着觉 不是一个晚上 因为你觉得说 因为我那时候 怀我们家哥哥的时候 36岁嘛 35 36岁 我想说 年纪这么大了 终于怀上了第一胎 然后我怎么知道 还会不会再怀上第二胎 你就叫我拿掉 而且我当下 我们可能还沉浸在 怀孕的那种喜悦 喜悦当中 马上就要决定说 我是不是要把它拿掉 其实很残酷的 很shock 然后后来我就不相信 然后我想说 去做第二家餐结 对 要么做第二家 要么我就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其实在台湾的话 他的这个range 会放得比较宽 对 因为其实每个小孩子的 成长的速度 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他有的会放宽到六十天 所以我就是想说 稍微等了一下 对 稍微等一下 所以后来我第二次去做的时候 就大概是六十天左右的时候 又去同一家吗 同一家 同一个检验员 然后就告诉我说 恭喜你 我这件事情 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我觉得我差点 差点就把我们家 第一个孩子给拿掉 所以那个印象很深刻 在后来是见我的产科医师的时候 去做产检 那时候是怀孕 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那后来因为照出来 小孩子有期待绕紧 而且不止一圈 就是好几圈 期待绕紧 那比较严重 就是他在里面一直游啊 然后就期待绕紧 而且医生说好几圈 就回去要吸氧 就是怕他呼吸窘迫或缺氧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 我用鸡婆问一句 我说那 他这个样子 那我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或怎么样 那医生就非常直接回了我 我有一句话说 七个月大 你生下来你也养不活 就是你生 七个月大 七个月大 他是说他的意思是 七个月大小孩子 他的心肺功能都还没有 还没有健全 意思如果这个时候 在肚子里面发生什么状况呢 你即使要开刀把他拿出来 他也养不活 然后 但是他的回答很负面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总是会 已经担心很多事情了 你要想说 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一定要遭受很多的折磨 七个月的折磨 突然他跟你讲这一句话 真的是 我那时候心想说 清天霹雳 对我想说那现在是怎样 所以就是 一路 一路就这样过来 后来我知道说 我妈妈跟这医生熟了之后 才知道说 很多大陆的医生 他讲话是比较直接 他可能 书上读的就是这些东西 他就直接告诉你 他认为应该把最 把最不好的事情先告诉你 让你心里有准备 对对对 他不会去安慰你 或者是多花一点 时间跟你沟通 让你安抚你 他没有那个美国时间 因为他病人太多了 心理层面这个部分 对对对 他就直接告诉你 就可能会怎么样 我先把坏的先告诉你 是 他就直接来这么一句话 我们那时候就吓一跳 那是怎样 所以他不是故意要走 这个恐吓路线 而是他说话的表达方式 习惯有走这种风格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岸医生 医病关系不同 我觉得最大原因 还是在这里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是美云非常成功的例子 基本上产检的过程 虽然有点惊吓 可是结果都是好的 可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些 因为也是医病关系的原因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纠纷 就比较负面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医院看诊时间到了 但超音波预约窗口 常常人聋 却苦等不到工作人员 有的孕妇挺着大肚子 排上了一两个小时 一打听之下 发现医护人员 竟然撇下工作 为春节晚会排练舞蹈 这让孕妇和家属气炸了 直骂 救人比跳舞还重要吗 在大陆 类似夸张孕妇医疗纠纷还不少 在医乌就曾经发生 一名高龄40岁产妇 因为难产母子命在旦夕 但医师却是不关警 要孕妇照着号码排队生产 而不是做紧急处置 最后母子双双死亡 让家属悲痛欲绝 不及格的医疗品质 让喜事变成了丧事 我们知道怀孕之后 养胎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陆是不是有专门的 养胎的法宝 或者是说你在上海 上海妈妈是不是会到乡下去养胎 对 上海妈妈她们通常 怀孕在两三个月之后 应该都会辞掉工作 辞掉工作 辞掉工作 可是大陆的 勞动法保障 其实是很非常 对于孕妇是很保障 她可以不用辞掉工作 是 但是我认识的大多数 大概在 大概三四个月左右 就绝对不会到肚子大了以后 还在工作的很少 就一辈子就那么一次不需要太累 对 她们的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大多数都是大概在三四个月 就回去休息了 休息了以后 她们的养胎就是说 比如说到乡下去 呼吸新鲜空气 吃绿色的食物 有机食品 对对对 她们觉得或者是 如果那个条件可以的话 去旅游旅游 放松心情 这都是很好的养胎的方式 我碰到的几个北京的这个朋友 他们是干脆就是 留职停薪 然后回家 然后先让他安胎 然后再慢慢 就一直等到生产为止 那生产大概产后 做完月子才回来上班 那我也问过说 你们的老板都能够这么容忍吗 她说根据大陆的劳动法 是可以的 她们是可以的 而且可能好像还有二分之一的薪水 可以拿 她们对孕妇的劳动权 其实保障是非常完整的 不像咱们台湾 这个比起来她们是比较进步的 我有很多小区 就是上海小区的妈妈 她们通常都是小孩子生下来 一年之后才回去工作的 也大有人在 有的有的 因为她们家特别多 对一直都有保障 她们的基本的工作权 那她养胎过程当中 会不会特别舍得花钱 去买些有的没有的 会 而且我们那时候像 我就跟人家开玩笑 我说台湾很少 很少说在怀孕的时候 就穿什么防辐射服啊 这些的 就只有一个围兜兜 对 但是在大陆就一定要 而且那种东西就卖得很夸张 穿辐射服 然后还在怀孕的时候要给宝宝听 胎教要给她听音乐 就专门有给宝宝 胎教音乐 对 胎教音乐 然后还有听心跳的 要监察她的心跳 就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就是这种东西好多 可是听心跳这种东西好贵 其实纯粹只是安抚那个 对 就一胎啊 应该算是怀孕时候的奢侈品吧 对对对 他们还舍得花 这个美云在上海生孩子 就入境随俗 有个非常特别的体验过程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整体来讲是好的 那孩子出生之后 在上海怎么做月子呢 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 当然话之后我们继续开讲 美云怀胎十月 最后为什么会在上海 剖腹产呢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七个月的时候 医生说她期待绕紧好几圈 所以到快要生孩子的时候 医生就有在跟我讨论说 那是我要选择剖腹 还是自然产 就已经事先跟你说了 有有有 因为那个期待绕紧 不是这么好处理 如果她是自然生产的话 她必须剖腹生产 对对 其实很多产科医师 是很不喜欢有那种 突发状况发生的 他们还是比较 因为她要负担责任 对对对对 他们还是比较希望说是很 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 所以虽然我的产科医师 没有那么强烈的建议我啦 但是通常你在知道 这个情况之下 你也会选择最安全的方式 那就是剖腹 那你剖腹挑了时间了吗 是不是挑了时间 因为大夫现在非常非常 两成吉时 好八字啊 就很重要 挑了挑了 因为我在上海那么多年 也认识了一些 那个姓名学的老师 所以我们有请 台湾人吗 台湾人 有请姓名学老师 帮忙算那个姓名 然后还有算那个 生成八字 就是有算时间 那大夫的产妇也这样吗 也会 因为台湾人有迷信思想嘛 会会会 大夫没有 不不不不 比较少 我曾经报导过 就是在大陆最有名的姓名学老师 都是台湾来的 所以大陆人非常非常信这个 信这个 他们会去算哪一个时辰 让小孩子出生 才是真的是 旺子 就是我的小孩子 好八字 男的会变成龙 女的会变成凤 这样子 对他们其实也很相信这个 那算出来的时间 他们 医生都愿意配合吗 比方我算出来的时间 可能是在三星半夜 比方说在三点多 两三点的时候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很奇怪 为什么算好 算到正好在医生上班的时间 所以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可是我想说这应该是 自由心证吧 我想说没有 除非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 一定要当总统的命 那可能就是半夜三点 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么强烈的希望的话 我觉得你就一到VIP病房 都花点钱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啊 加钱给医师 他会愿意给你方便 在上海生产的那个 花钱的论举是非常非常值大 就是你公立的到特需病房到VIP 到VIP你可能花个十万块 就是从产检到 十万人民币啊 人民币啊 就从产检到生完孩子 那在台湾呢 在台湾生完一个孩子 要多少钱 应该不用多少钱 因为产检你要不用花钱啊 因为都是健保 对那如果你是自然产 也不用花钱 那除非是剖腹 才需要自己花到钱 好像在台湾 如果是比方说台大医院 一般的那个医院 你生孩子 生产的时候分免的钱 大概只要七八千块 就一模一样的规格 住个两天 可是如果是在私人的医院 就那种六星级的私人诊所的话 就差不多要三万块 嗯 然后比较好的私医院 大概两万块 大概是这样子的差距 嗯 比起来台湾还是算便宜的 还便宜 对上海就非常之夸张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这种对于上海来讲 不是问题 就是你要半夜生产 你就是到那种病房 然后跟医生沟通好 我觉得这是很很 好我要问一下美云 就是你生小孩的时候 有没有给红包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因为那时候也有台湾妈妈 建议我说 他那时候剖腹是有给医生是不收 因为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医师 他真的不收 因为我问过 就其他妈妈 可是你搞不懂那医生的喜好是什么 没有 他不爱钱 爱别的 你有没有拿红包给他 然后他当场拒绝 有 因为我讲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是我去做 一定是我先生去做 因为他们 大陆人比较好沟通嘛 是 真的他不收 可是我 像我在东莞 我就听到台商太太 她们都是 送水果栏 在水果栏里头 放的那个 然后 你可能方法用过 你可能方法用错 他很尴尬 对 他不能当着护士 旁边的面 这样子收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问过 同样就是推荐我们去找这个医师的台商妈妈 她们都试过 都不收 那收什么呢最后 但是这个台商妈妈有建议我说 最重要的应该是麻醉师要给 麻醉师要给 麻醉师要给 麻醉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我后来麻醉师也没给 也没给 那最终你给了什么呢 对 后来我们就送了一面锦旗 锦旗 因为我先生后来就一直去烦那个 就是帮我 接生婆夫产那个 那个产科医师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表达的话 你就送一面锦旗 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好 很大的面子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大的锦旗 就挂在他们的办公室 就在对他们的科室来讲 很重要 因为你要送到他的办公室 他们要去接 要搞个仪式吗 没有不用仪式 但是要让办公室知道说 这个病人送了这个锦旗 然后他们会有登记 然后锦旗是挂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 所以这个医师 后来我先生去就知道 然后这个医师就有好多面锦旗挂在那里 就证明这个医术好 对 然后这样他面子也很好 就他说他觉得这种方式 他后来是跟我们讲说 他就用这种方式 这会增加他的KPI的成绩吗 就这一生不差钱 是 是是是 还有我要问美云 就是其实生完小孩要坐月子 这大陆人坐月子的观念有没有跟台湾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还是台湾坐月子最复杂 最复杂 最复杂 其实上海可能这几年因为文化上的有一些被简化了 对 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已经不这么讲究跟要求了 上海人坐月子吃什么呢 他们就是煲汤 各式各样的汤 他们觉得营养的汤 比如说鱼汤 鸡汤 肉汤 他们就是喝汤 煲汤 那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的习俗 就是说尽量不要洗头 他们觉得说这也是不太好 因为中医也是这么讲究 怕你受到疯 对 那南北吃的就有差异 比如像我婆婆那时候 东北人 对 东北人 然后他们坐月子吃什么呢 吃小米粥跟鸡蛋 小米粥不是很平常吗 一般杂粮店都有 我觉得那个是农村里面 以前都是不容易的东西 对他们东北人来讲 小米粥是最营养的东西 所以我婆婆那时候 叫我吃这个 我就说不用了 我已经订了做月子餐 然后鸡蛋一定是笨鸡蛋 也就是所谓的土鸡蛋 土鸡蛋 对对对 这对他们两个是最营养的 对 因为一般 现在就饲料机的鸡蛋 跟土鸡蛋是不能比的 做完月子之后 我觉得当妈妈 最辛苦的事情才刚开始 就是孩子的宝宝体系 整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所以大陆人他们就 网友特别有趣 他们就透过动画 自己去做了一个 这个动画短片去看看 说身为孩子的父母 他甜蜜的抱怨到底是 我们去看看 难怪有新人爸爸的IT民工感慨 因而是一种完全无法沟通 不配任何说明文档的裸机 待机极短 两小时一充 耗电量惊人 无法退货更换 走三包 随即需要大量周边配件 铃声很烦 需要自己慢慢摸索着 安装语音系统 操作系统 并且还限高哦 我们看到在大陆 因为就是生出一个小孩 上面是六个人疼 所以爷爷奶奶会太宠小孩子 你在上海是不是 经常看到这种隔代教养的 这个问题 会会会会 我就说我们常常跟 就是带小孩子出去玩啊 这个就是别人的小朋友 都不能碰的 都是小皇帝 对就是你稍微 因为有时候小孩子 玩起来就是比较粗鲁一点 稍微碰他一下 爷爷奶奶就 趕紧过来 怕我们要欺负他 其实没那么严重 他们现在也执行 所谓宝宝不落地政策啊 就舍不得让孩子下去爬 我有认识过我们一个邻居 是真的这样 他一直到 他这个孙子上幼稚园的时候 还是每天背着他 到幼稚园去上幼儿园 不让他走路 不让他在地上走路 他觉得地上很脏 怎么会走路呢 孩子的那个爬行走路 不就是都练习来的吗 他只在他们家的地毯上走 对对对对 外面的地不可以走 他都是每天都是 要嘛是奶奶背 要嘛是爷爷背 下雨天更是 绝对不能够 踩到脏的东西 好丑喔 我见过 我见过 我也吓一跳 那他应该也很难 让他的孙子 跟别的小孩一块玩 对 基本上不让 这个小孩子 妈妈就是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帮他安排好了 所有的那个教养的课程 他很小就开始 上这个课那个课 他不跟我们小朋友一起玩的 孩子跟家人都辛苦 是 但是这个小孩 因为他从小已经习惯了 所以 他也没有好抱怨的 时间到就去上这个课 他能长得特别不一样吗 就教养出 但是这个小孩特别聪明 我见过小孩里面 他是非常聪明的 是吗 对 而且他很愿意接受 这样子的安排 是上海小孩吗 上海小孩 上海人的孩子 这应该算特例吧 特例 而且可能他妈妈 也特别告诉他说 他天赋异禀 必须要做这样子的 这孩子 是 其实养儿育女是一辈子的事情 请广告回来 网友提问 同样是怀孕生子 在大物跟台湾 因为习俗 还有福利上面的不一样 所以获得的对待 也非常不一样 今天我们透过美云 在大物怀孕生产 去了解了这其中的差异 网友问了 他说大陆的孕妇 现在也流行到美国 去生个美国人吗 我们从新闻上看 是这样 是这样 你的理解 其实只要有条件 都会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他为的是 那里有更好的生产制度 还是为了那个身份 我觉得身份是一个 还有一个 他们非常忧心 小孩未来的教育问题 因为大陆的竞争 太激烈了嘛 你生下来 你肯定就要跟这么多人竞争 那还不如 给他一个很好的身份 他可能要受不同的教育 所以倒不是那个 产妇的环境被对待的 不是 完全是为了孩子的 这样来着想 是是是 也就是说 为了小孩子的教育 对 我在北京我看到很多 这样的广告 从60万到100万不等 也就是说 送他们去美国生产 对 保证让你的 以这个产妇 能够进得了海关 美国的海关 然后到他们的做 那个怀孕 这个是代产中心 是是 然后那些代产中心 基本上都是 早一代的中国移民去 去开的 没错 在那边一直藏到他生产 生产完 送到作业的中心 这样回来 100万 但是你如果是保证 你到那边只是进去 然后住在那个 代产中心是60万 他那个费用非常的清楚 然后会有专人接机 会有专人帮你 帮你包办 所有的出国手续 不过这是有钱人 才干得了的事 你在大陆 通常父母能做 应该就从户籍 这件事情上面 来着手吧 像美云你自个儿就 你当 你后来是 落了上海的户口吗 还是在回台湾 我们不可能 落到上海户口 因为我是台湾人 我现在是 东北人 东北人 所以我们在生孩子之前 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孩子以后 要回台湾来报户口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也想了几个方式 生完孩子以后 我们应该会住在上海 那有可能会住在其他的城市 那如果我们住在上海 那我是台湾人 我现在是东北人 东北人在上海的话 就是外地人 也没有户口 而且小孩子 他就没有办法在上海 读他们的正规的小学 受教育不行 他就是要去那个 民工子弟学校 没错 所以他的待遇就很糟糕 那还不如台湾人的待遇 因为台湾人可以享受 跟上海人是一样的待遇 没错 在大陆现在这几年 户籍制度是这样 推定所谓的 国民待遇教育制度之后 台湾人是可以享受 一些国民待遇 是 所以我常常跟我 笑我先生啊 比如说我们去申请 一个固定电话 台湾人只要台包证就好 他还要押金 两三千块的押金 而且如果 如果你是用的先生的 他被视为外地人 如果你是用先生的户籍 你抱护口 你也不能生第二个 对 应该是这样 对吧 可是他是从母亲啊 他能不能生二胎 这件事情是看母亲 是看母亲 完全看母亲 就即便你嫁了第二次 你还是可以再生一胎 因为就看母亲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是上海户籍的话 如果说你先生是上海户籍的话 那在上海生小孩 或者是念书 是不是有其他 比较好的待遇 就跟上海人是一样的呀 那其实我觉得 上海人跟台湾人 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的选择就是说 我们也不可能落户籍 在上海 那可能就是随 台湾的户籍 是最方便的 那你后来第二个 为什么要回台湾生产 而不是留在大陆上 因为要办那个户口 非常麻烦 就回台湾来办户口 非常的麻烦 就是这个中间 我总共花了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因为在异地生产 所以要办后续的入籍手续 就很麻烦 很麻烦 就选择回台湾生产 不是为了健保 不是 OK 其实怀孕生子 是人生重大的历程 除了平安顺利之外 也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下成长 不能输在起跑点的观念 从怀孕就要开始 养孩子真不容易 今天非常谢谢美云 谢谢美云 谢谢你的收看 你就继续大耳画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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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